身残至今 安春歌颜至红 依靠小小的安春创业致富 对着孔雀弹起琴 看水扬苏家屯的老赵 如何瞧养孔雀 既多不压身 38岁加油站小哥 跨界做主播 多种方式服务相近 南北龙改东西龙 换个方向种柿子 水扬寮中区养后村的这个大棚 省力更赚钱 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 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 大伙早上好 我是主持人王博 安春蛋咱常吃 安春可不常见 辽阳灯塔的大观音阁村 不少村民家里都养安春 颜至红一家 正是靠着这小小的安春 让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咱们一块去看一看 一大早正是颜至红忙碌的时候 收蛋称重 平均每两天 颜至红都要卖将近17框的安春蛋 我这些蛋不少卖 收蛋两天固定来收一次 我这个两天蛋大概是三百四五十斤蛋 颜至红养安春有六年的时间了 别看现在日子过得挺红火 一天整个四五百不成问题 可是要搁在六年前 当时颜至红的日子 只能勉强维持 我爸从十多年前到过市 现在骨骨头筷子 一条骨骨头筷子 我母亲小儿妈比二级堂 我那是受我妈的影响 也是先天性脚残疾 全家人的生活重担落在了颜至红的身上 可是由于脚步有残疾 颜至红没法干重火 出门打工更成了奢望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听说了安春养殖 都说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 这一年颜至红的养殖之路并不顺利 得了一回长毒这个桥 一天只是三百多只 总共得使到是三千来子吧 桥带来之后 颜至红说相比较机 便学 第二年你下半年 基本上就是说这个桥 有什么毛病 小毛病 自己能看出来了 你就及时的投药 这个桥 它不就不严请大病 它就没有事了 颜至红说相比较机 安春的回潜速度会更快一些 从浸除的第一天到浴除下蛋 一般是四十五天左右 经过糖时间的养殖 颜至红还养出了经验 给安春放冰 我们放这只 就是为了稳定的安春 受外界声音 就是干扰的 让它挺习惯了之后 外面有什么喇叭车 或者刨车什么 这个怕的炸龙 你看它脑的侧头就脆弱 创造油的铁网的地方 它连上突破就死 最近几年 随着规模的扩大 颜至红研究起了安春的御厨 专门到江西学习 还购置了孵化鸡 现在这个用来养的那个 脏皮鸟 这就是所谓卖蛋鸟 我这个房子就是孵化的 这边我有孵化鸡 这边就是我自己养的种鸟 这就是用那个种鸟下着蛋 我就开始孵出来那个小鸟 颜至红给算了笔账 每天卖蛋的纯利润在四百多 等到安春厨出栏之后 每只的收入在三毛左右 再加上卖肉食安春 一年的纯利润 大约在十万多 我想在这个地上 拆盖几个房子 想来办一个家庭农场 人那个命给我造成这样 但我不能印这个命 我就靠我自己双手 我即使说我走道 我不能说那么说 像那个正常人说 能干什么体力活 但最近马上我能 都抗个鸡器 喂喂料啥 我既然干着这行呢 我就给他干到鸡 做到自己的那个成就 小鸟春带来了高收益 颜至红也通过这些鸟春 让日子过得越难越红火 养鸟春的不多呀 养孔雀的就更少了 沈阳苏家屯的老赵呢 就看准了商机 养起了孔雀 听说过杂技团里 有训狮子训老虎的 你听说过训养孔雀的吗 老赵有学招啊 咱们赶快去瞧瞧 古有对牛弹琴 经由沈阳市苏家屯区的老赵 对着孔雀弹起电子琴 不过这个老赵弹琴啊 可不是为了自我欣赏 用人家的话来讲 他家养的孔雀 还就喜欢听这一出 看准了孔雀 马上就要到球偶纪了 老赵是提前三个月 就开始学习电子琴 曲子选的是梁柱 这还挺硬景 咱们都看到过动物园里 训狮子训老虎 孔雀也能训出来吗 看老赵给大伙露两手 老赵说了孔雀有灵性 训练它们千万不能用鞭子啥的 孔雀那可是吃软不适应的 孔雀那可是吃软不适应的 每天第一步啊 你那点石 引导它 逐渐 它靠近你 第二步 扶摸它 扶摸 你在这儿扶摸 逐渐 后期呢 你那个做一个转用架 放大 用石引导它 让它往上上 孔雀本来自南方 而老赵养出的孔雀啊 不但温顺 而且一代代在北方生活下来 也知道给自己穿上厚厚的大花棉袄了 咱们北方的孔雀吧 它羽毛厚 你看它厚实 它广亮 尾巴还长 这凯亭的达到短就两米 高就一米 它需要耐寒 长的它就羽毛厚 就特别好看 体型它个头大 腿比较高 脖子长 丑子特别的威武 今年是老赵养孔雀的第16个年头了 家里的60只孔雀 个个都漂亮 可老赵最喜欢的一只 很低调 不愿意抛头露面 想要见它呀 得亲自去窝里找 你看我这里边有个孔雀王 能值到5000块钱 一般那孔雀多少钱 一般也就是2000左右块钱 平常它是孔雀王 它不熟的 我没人敢动的 你看 这个个头可挺大的 它现在就达到12斤到13斤 成为王者 它现在 它已经跟随我15年了 我刚开始养孔雀钱 这就是剩它这一个 那都是失败的 后期一步一步就成功了 老赵今年快60了 自打年轻时候 看到西欧记里的孔雀公主 她就觉得呀 这孔雀是又有灵性 又长得漂亮 西欧记里的取经之路 历经了9981难 老赵的养孔雀之路 同样是困难重重 养孔雀的第一年 一只也没活 头天还好好的 第二天一看都打脸死去 我还不知道怎么喂啥药 不知道啥毛病 老赵那可是愁坏了 大孔雀买不起 小孔雀养不活 为了圆自己心中的孔雀梦 老赵毅然决定 再买一批小孔雀 如果这批孔雀除了没养活 老赵也就没有财力 从南方再买新的孔雀了 头16年前哪有洋孔雀 东北哪有 就哪有方有 咱这边也问不出来 哪些专家 就靠个儿 老赵搭了一个简易的小砖房 公负不负有些人 老赵在小屋里一待 就是三个月 终于看出点门道了 虽然喂养孔雀不难 鸡吃啥他吃啥 一点不挑食 可是老赵喂孔雀的这些年里 总会在普通饲料的基础上 增加一样不便宜的食材 这个孔雀吧 推完毛子以后 新羽毛长出来 因为什么呢 需要这个营养花生米 你喂它这个以后 羽毛光亮 羽毛光亮长得还好 对孔雀毛这么看重 就是因为 它能给老赵带来额外的效益 孔雀毛做成的扇子 作为工艺品来讲 又漂亮又大气 这孔雀每年的九月份 它这个羽毛自然脱落 脱落以后 我给它捡起来 攒到一块 做成这个工艺品 它的羽毛 这么大一扇子 得一直熊孔雀 就这个在神广 加入这个神广的 这个五百到六百 如今啊 老赵卖孔雀 再加上工艺品 一年就能挣个十多万 挣到钱了 小日子也就不那么难了 院里建起了小凉亭 铺上小地砖 欢迎周围老百姓 来他家免费参观 经常来 来我怎么看怎么好 晚上呢 我想养这些东西 他还支持我 一些喂料啊 他都告诉我呢 这几年啊 老赵还紧跟着时代潮流 把羊孔雀的过程 发到了网上 做成短视频 与大伙儿共同分享 虽然是对着孔雀弹琴 可是老赵学的 孔雀懂他 如今小日子 是越过越好了 养孔雀成了爱好 更成了事业 老赵还希望 在不远的将来啊 拉动更多的村民们 一起来养孔雀 养殖小板块 养殖孔雀的注意事项 一小孔雀除三个月不能落地 二孔雀生下来三个月 容易受到惊吓 三九十月份换羽毛季 要加强营养 喂花生米 看直播呢 现在已经成为大伙 日常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娱乐项目了 而做主播呀 也成了大伙热捧的新型职业 那随着全民直播时代的到来呢 中国石油联合咱们黑土地 推出的放心农吧 也要开直播了 咱们看看主播是什么来头 他叫姚学聪 今年三十八岁 是锦州黑山经营部的职工 他在中国石油 先是做了十六年的加油员 又做了两年加油站经理 在前不久呀 他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 主播 别说唱的还真不赖 面对镜头也不怯场 适当主播的量 其实对于新身份 姚学聪又高兴又有压力 直播是他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领域 这不胖鸭来给大伙做培训的时候 他最认真了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胖鸭卖力的讲各种经验 姚学聪奋力的记笔记 没一会儿就写满了四五页 基础理论性的知识讲完 大伙要进行实操 看着周围的小伙伴们都操练起来了 姚学聪却有点退缩了 大哥你来一个吧 我不来一个 你来一个 你不来不行 哈喽 大家好 屏幕前的 这是我的幕后 你怎么咋也没有 看啥呢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咱们中油飞山经营部 主播姚学聪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本商品 是由咱们辽宁卫视黑股地节目组 与松石油联合推出的一款组子 强系58牛 它的特点是高产文产 子地儿宽大 抗旱耐热 分析发达 虽然紧张的发抖 说起话来也不太顺溜 但总算是迈出了第一步 其实姚徐聪非常喜欢自己的新身份 也希望通过自己的介绍 能给乡亲们带来最好的服务 以前家里有亲戚就是说用肥 选的不好 就是减产的 造成一年经济 挺大随时 当时就是想 如果要是自己要多明白一些这些东西 给他们介绍点好肥料 然后的话能让他们增点产 生活水平才能提高点 这件事让姚徐聪感触很深 他一直想为乡亲们做点啥 自从中国石油和黑土地联手 推出了放心浓巴之后 他觉得机会来了 又认真又有责任担当 姚徐聪这位跨界主播 看着还挺在状态的 您觉着呢 要不一起到他直播间去看看吧 在黑土地呢 每年都会给大伙推荐新的品种 红硕635呢 就是这两年特别受乡亲们欢迎的 胖鸭啊 去疗养给大伙测评了 咱们看一看 红硕635表现怎么样 苞米品种好不好啊 胖鸭说了可不算 眼见为食呢 带着大伙啊 去坠一坠 咱家种的咋样 苞米 我现在来炒的棒 这比往年还强 比往年大 比往年要大 对 其他方面呢 其他方面不倒啊 没倒 我就感觉这个红硕635这个挺齐正 嗯 嗯 就不管是 它结多大的棒 它这个杆都是一边储 就要储头上一边储 你看看这个杆 它是纸杆 你看是紫色的 看到没 嗯 那个呢 它就 它就不是 它跟拿那个杆的状 这个生长 那个储系 是不是有关系 对就不一样 不一样 你看那手的是不是剪子 对 储了 我们八月初 杆了一场台风 有一部分都已经倒了 但是这个 但是这个红硕635这个品种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杆杆都是立志的 都没倒 为什么说它那个抗脑性这么好呢 因为第一个就是这个包米的吸尘梗 扎地非常深 非常裹 抓地牢 然后还有第二个 它可以 大家一个都可以看一下 室位非常矮 也就是在一米左右 还有呢 就是红硕635这个品种 整体叶片都是上重型的 风炉小 所以说这个红硕635的这个抗风性非常的好 辽宁卫视黑土地呢 服务就在您身边 咱们技术员小郭呀 今天又来到了海城 给乡亲们送种子 送技术了 让大伙买种放心 种植更安心 备羹选种 您别急 黑土地送货到您家 春天来了 也就意味着春羹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 不知道乡亲们家的好种好肥 您都备齐了没 那今天呢 思雨就跟随着咱们的送货车呀 来到了法库县时间房镇的照备浦村 来给王大哥家送货来了 王德龙王大哥 是咱黑土地收获的新粉一枚 今年啊 不管是种子还是化肥 王大哥是谁家都没看 就等着咱来了 哈大山我已经听了很长时间了 说暴力哈大山说非常好 智能 什么坏事技术 你不相信科学是不行的 因为我总看咱咱的聊是黑土地 黑土地介绍很多品种 因为多一位都不错 但是你咱地没有那些 要问王大哥为啥今年打定了主意 要跟着咱选种肥 那就得从这几年的包米产量说起了 一说好就好 一到秋天来 像拿这个就去年种的 这个 它的产量就不算太乐了 这是在那个小商家 对对对 就想着 它这个种子就不算太乐了 但到秋楼一看见 说它已经就完了 不光磅小产量低 在抗性和米质上 也存在着不小的问题 所以今年呢 王大哥说了 吃一欠长一质 往后就得跟着咱黑土地选种子 就为俩字靠谱 去年种的这个老瓶弄都倒了嘛 这是去年种的 这个老瓶弄倒了以后就没有产量就不行了 倒了现在 这个米子都 这糟了那都不行了 这包米产量产的好嘛 所以说买点好的抗风去了 这不都爱的吗 这不都这样吗 挺好的苗 一场大风过去刷一下 就是干流瓶了 倒了那米子下降了 不成了 不成了它这产量它就上白了 就没产量了 你卖粮的话 你就没有分量了 你就卖不上钱了吧 所以说现在就买点这个抗风的抗性好一点点 为什么推荐这1805 是脚趾粮 肾麻糬型的 后期脱水快 瘦粮的都愿意要这种粮 能多给到一分到二分钱 现在可以说这市面上的种肥 什么价位的都有 这量上更是良有不齐 所以在这还是要提醒大伙 在选择种肥的时候 一定要认识的那些大品牌大厂家的 这样才有保障 当然了如果您有其他的问题 也都可以与我们联系 辽宁卫视黑土地服务就在您身边 想选购咱黑土地推荐的玉米好品种的 您可以去家附近的中石油加油站的放心浓巴 咱跟着胖鸭到西风去看一看 这里的放心浓巴都给乡亲们提供了什么好品种 哥呀我这一家睡醒了 你这次给我拉哪来了呀 这不咱们这不到西风了吗 上西风干啥来呀 上西风咱们来看看地 看看这边都是个什么种的 这马上又通播了 帮着大伙选选种的 啊看地 那你看地就看地呗 你上加油站干啥呀 加油站有啥地呀 这加油站不有咱们那放心浓巴吗 放心浓巴里面啊 各种各样的种子都有 上加油站看点去 对啊看点去 快走啊 哎你别说啊哥 这帮鸭子还挺全呢 西风啊是属于咱们东部山区 嗯 你别看品种群全 但是在选种的时候 一定要选适合我们东部山区的品种 还不是啥样都能种 西元地基106 还有这个DHT1597 这两个品种 是咱们东部山区的首选 大部分都得种咱们这个 这两个红柔 大马齿 大棒形的这个品种 辽宁东部山区 气温都在2650度左右 熟期早有小气候 想到这儿啊 胖鸭又有了新问题 东部山区地凉啊 对啊地凉啊 而且东部山区一定要注意什么呢 一定要注意这个稻春寒 像咱们东部山区啊 一般的时候呢 种地都比较早 我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在4月20几号中地 一定等到咱们那个5月10号左右 最近这两年呢 频繁出现这种稻春寒情况 你地的温度达不到 这样以来呢就会出现什么呢 坟责 即使是有的时候苗除了 种子发芽了 不齐 不齐 再有一个 它后期的这个抗病力啊 也受影响 看好伤情再播种 这事一定不能急 除此之外啊 咱东部山区的乡亲们 选农资的时候呢 还是要认准大品牌 罗哥呀 你说现在卖宝米仔多多呀 你说哥这能行吗 放心农吧 是中国石油和辽宁卫市黑土地 共同打造的 所有中国石油站 放心农吧 销售的品种 都是最接地气 最适合咱们当地种植的品种 哎呀 那还说啥了 放心农吧 放心来吧 种大鹏的乡亲们都知道啊 一般大鹏呢 都是南朝向 那龙啊 都是南北走向的 现在国家呢 提倡清洁化栽培 就是省力省时省钱 那沈阳辽中区呀 就有一个大鹏 把这龙啊 改成了东西走向 效果怎么样呢 咱们一块去看看 一大清早 辽中区仰视普镇仰后村的 一栋大棚里 来了一波又一波的人 这些人到棚里 二话没说 拿起手机 咔咔咔咔 他一个劲的就是拍 连拍照带录像 把这栋大棚 三百六十度 无死角的存在了手机里 不过 这栋大棚 究竟有啥特别的呢 棚里的西红柿 也都没熟啊 学习院以为 占占占占占占卜 万一哪天 有整菜那天呢 传统的西红柿大棚 都是这样 这样 这样的 而这栋大棚 却是这样的 这究竟是什么新鲜灾法 就是我们在那个 这块做这个示范的话 就是我们承担的国家 十三五十最后一个 就重点研发计划 就设施蔬菜 清简化栽培 清简化的一个 主要一个措施 将来它和农机 要有力配合 所以这样的话 固定南北这个东西 栽培的话 有力于这个 机械化操作 只要是为这个 呃 我们日光温室蔬菜 这个机械化 创造一个新的 做培育做业方式 啥叫清简化栽培呢 说白了 就是怎么省工怎么种 要种大棚 最费工的 就要数整地栽苗 一系列活了 大量需要人工 包括掀齐定职 呃 也是家家楼定职 呃 干的就是打拢的 也是啊 包括栽苗的都不好找 反正它工还贵 这是12年 工钱应该占 总成本的40% 种大田现代化 大伙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整地 栽苗 灌溉 植保 收割 全程机械化 大大提高了效率 但是种棚菜 农机的参与度 可并不高呀 为啥呢 只要是南北拢施展不开 就那么短短几米的笼 整地 下滴灌 父母栽苗 都得靠人工干 棚少了 就自己挨累干 棚多 就得花钱雇人干了 我们总说老百姓 挣的是辛苦钱 也就是说的话 他要一家两个人的话 挣两个大棚 他最后的收益的话 就是仅仅是两个人的工钱 那么这一个棚一年 如果要故宫管理的话 应该在二百个工 就是一万五到两万 如果就是我们机械化以后 可能他两口子能管个五亩六亩 十亩八亩的都有可能的 辽中区养后村扣大棚的农户 不占少数 孙教授就琢磨着 拿这个地区当个示范点 种点西红柿看看效果咋样 当时就找到了农户程学林 一听这事儿啊 程大哥也是半纠结半犹豫 程大哥拿出了大棚中间的一段 开始做实验 将原来南北方向起的笼 改成了东西的三条笼 大笼双行 棚里剩下的面积 还按照老方法种植 对比着看 整个这个都是不爱株数算 爱整个目的就是岁数算 你算咱们如果是两千株 一千八百株一株留六岁国 那不是一万多岁吗 是吧 让程大哥万万没想到的是 从去年12月定值开始 差别一下子就出来了 东西的三条笼 小型笼鸡进到棚里 三下午出二 活就都干完了 这头一步还是方便了 不过大部分的种植户呢 都有一个共同的担心 就是棚菜光照很重要 这么一改 南边的柿子秧一天到晚 可劲照阳光 那北边靠墙的柿子秧 起不倒霉了 光照大大减少了呀 在小棵都是矮棵的 就是三个的普遇 通常让一下就行 这一点呢 年大可以放心 专家早在试验棚里 做了五年的测试了 春茶种植时 日照角度逐渐升高 后墙光照一点不成问题 就算是冬茶 选择叶片少的品种 铺上反光膜 也一点不成问题 如果说这直光 我厉害 我就让它落落殃 然后辣椒和茄子 它不断地掐尖了 你可以控制高度的 是吧 它反复掐尖别碳 就是一般的话 就是月冬是1800左右 1700到1800 然后是咱们冬葱茶 可能就是2000左右 就是再往葱茶的话 2200 眼瞅着还有20多天 第一批西红柿就要成熟了 程学林看了看 前棚正常种的柿子 再看看用新方法种的柿子 自个儿就明白了其中的差别 一句话省钱就是赚钱 咱辽宁日光温室面积全国第一 种植水平也在快速的提升 清减化栽培就是今后的一个方向了 大棚高度在升高 两侧可以开小门 方便农积进棚干 重棚也能现代化 春耕备耕 如果您家的肿肥还没选好 那可得抓紧了 这天一暖和啊 种地呢就快了 还在纠结不知道该选啥的 给我们打电话 这一天�未经过 从东方便进棚 还是发生了 吉他家 Kingdom 放在一个大棚标 下集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